所以董事长 今天雷蒙多这个话也太狠了嘛 而且现在中国刚刚讲的 两边的恶意螺旋真的往上伸伸 第一个 现在雷蒙多每天都在检讨 我到底还有哪些做得不够的 我对你的封锁越来越多 而现在中国干脆破灌破栓 有一个Delete A的计划 我要把美国的产品完全去除掉 不然有一天我完全没有办法承受美国的打击 这个冲突越来越激烈了 首先我要讲一点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得到 什么全面消除美国的科技 中国做不到 任何国家都做不到 可是他怎么搞得一个 79号密件 中国人别的本事不大嘛 共产党有七成在吹牛嘛 你说这个79号在吹牛 当然是吹牛 胡说八道 绝不可能 我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 我在这边重复一次提醒大家 就是有一次习近平跟刘鹤去 访问长江存储 去看长江存储的时候 刘鹤就问了当时的一个 最高一个长江存储的技术负责人 是我们一位台湾的一个知名的半导体专家 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说请问你 我们中国如果要脱离其他国家的 完全独立生产半导体 完全独立 要花多少时间 我们台湾这个专家 是世界级专家告诉他说 说刘总理要五十年 五十年 什么意思 没有了这回事 这不可能嘛 五十年我在哪都不知道了 这根本就没有机会 就是你做不到 就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 说全面消除美国科技 因为现在的地球村之后的科技 它是一个协力发展出来的 台积电的科技 难道只有台积电自己做了吗 当然不是 是全世界的帮忙嘛 我们不要讲别的 我们讲一个ASML ASML 他们的科技 请问你 它的这个晶片哪里来的 晶片 蔡斯德国 蔡斯德国的嘛 所以ASML是荷兰公司 可是它的科技是全世界给它的 它还组成了所谓的光科技嘛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说独立可以发展出来 这个是所以中国 你要看中国的文 中国的政策 吹牛的机会比较大 它越倒霉越喜欢吹牛 我跟你讲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把这个先做个回应 第二个雷蒙多的讲法里面 这个才是比较 这个还是与 这个副 这个里面充满了阴谋跟诡计 我很简单嘛 我们都知道 美国现在定的叫小院高墙 小院高墙 小院高墙什么意思 就是根据 简单讲 就是它的晶片法案嘛 所有的 美国是法治国家 一定是根据它的法律的规范 发展出来的政策 对不对 那我问你很简单 那小院高墙就是什么东西 她现在讲的很 她讲的很简单 她说 她现在讲说 所有的这个军事用途 还有国家安全用途的半导体 晶片 通通不能用 对不对 那我问你 那怎么定义 那谁来定义 哪一种东西是军事用途 那美国定义啊 那它无限扩张嘛 那就是无限 它每天在想什么 它每天在想哪里 还没有把你搞到 加一点加一点 想到晚上做梦起来 第二天就给你搞一个 它完全不是根据 所谓的法律的需求 对 也它的小院高墙 那个小院可以变成大院 那高墙是越盖越高 院子越来越大 那个墙越来越高 搞死老共嘛 搞死北京 这目的就这么简单 北京还有活路吗 不可能嘛 这晶片方面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嘛 因为很简单 现在已经这几年晶片法案之后 大概全世界的做半导体的国家 都跟美国发生的关联性 关联性或是间接关联性 你只要用了我一毛钱 你这个东西就要听我的嘛 那美国政府的那个长臂原则 就生成这样 所以我们台积电油 还有可能去供运吗 而且最妙的是一个 中国倒霉的机会在哪里 本来像NVD这种东西 它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对 两层 它有两层市场在中国 现在全部特殊了 然后它生意业务怎么样 继续往上涨 往上涨 暴涨 为什么 因为AI开始来了 所以AI这一波的历史 创造一个新的高科技的发展 跟人类的新的历史的篇章的 同时中国变得缺席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对 我最近几年 我最近几天开始回头过去看 郭巴齐夫当年那个苏联崩溃那个年代 对 所发生的几个数据跟几个现象 越来越像越来越像 跟中国越来越像 当然 当然有一点中国比较厉害的 就是它有很多民营经济 但中国现在国家的政策 在打压民营经济 所以越来越像这个苏联崩溃前夕 那个样貌 那个样态越来越像 你在谈到CSIS 你看到 它的这个整个两边的这个 兵推的结果 那个兵推胡说八道嘛 因为很简单嘛 你记不记得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在中东用B1轰炸机 在半个小时之内轰炸几个目标 85个目标 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当中共的部队想要攻打台湾之后 我现在再问你 乌克兰攻打这个黑海舰队是怎么打的 乌克兰什么都没有啊 空优也没有 海优也没有 怎么打下来的 黑海舰队有二分之一被打掉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舰队所谓军舰海上的这种 它的防卫防空能力 防飞弹攻击能力最弱嘛 那中共的防 中共的防防防防防空能力强吗 不强 中共的的军舰它有能力 有有像美国那么长大的防空能力吗 因为我们的打在海上攻击的时候 它可以贴海贴海攻击 找到接近目标的时候才开始 开始寻标开始设定目标攻击 对 连乌克兰都做得到 你认为中共海军 他们这个国家还贪污 解放军每天贪污 就打不起来 他们只要赶进台湾海峡 赶到太平洋决战的时候 他的被攻击 被攻击的可能性太高了 他哪里有这种大型海战的科技跟能力 根本不可能 所以这部分美国是绝对优势 但美国会不会跟他打 不会嘛 美国吓就把他吓死了 董事长 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苏丹豪你到底干嘛 我也没听过 没听过以后一个人 你就要搞这么多公司 搞这么多公司之后 发生事情就开始转手 我完全没有在乎 而且你刚刚讲到 到了台湾以后 怎么可能 所有你想到的地方 想到的领域 你从五星级饭店的调味料 到哪里 到现在今天讲 连炸鸡排的那个调味料 都有苏丹豪 他在搞什么 一个人 你相信是一个人吗 不是我现在听郁峰讲 我也不相信了 所以这问题 问题是在整件事情 到今天为止 我问你政府去哪里了 没有政府 你自己查 自己上报 自己处理 所以你就发现 目前的状况是什么状况 我们叫做看守内阁 对不对 看守内阁就会拼命爆发出 很多事情出来 那苏丹豪这个事情是谁爆发的 是谁爆料的 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林淑芬爆料的嘛 对不对 然后爆料的时候 那这个卫福部当时傻眼 不知道这回事 对 好 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 先不要谈政治 先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台湾是在全世界出了名的我们食品卫生安全 是算是一个进步的国家 对 我们很骄傲 说我们东西好美味 然后又干净又卫生 结果我们把工业级的 这个工业级的产品当作我们的 当作我们的染料 放在我们的食品里面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完全违规 完全是个恶意的一个犯罪行为 那我请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那表示我们整个食品卫生的 这个管制的SOP 它根本就没有人在管嘛 再问一下这里 不然的话 现在王必胜来亡羊补牢 王必胜怎么亡羊补牢 他说食品业的自主管理 绝非仰赖叶子自律 他说有三点方向 要自主检视 要自主送业 要主动通报 对 所以就是说 跟政府无关嘛 我们政府在这个事情里面 通通推给业者 推给使用者 推给这个 推给这个消费者嘛 消费者倒大煤嘛 所以这整个事情 表示我们的卫福部 出了很大很大 卫福部这几年 没有停过出事情嘛 前一段时间不久 还发生过什么臭鸡蛋 臭鸭蛋 反正都是跟他们检验 他们在卫生管理 这个环节上面 完全无人在管理嘛 而我们现在新权出来 总统是学什么你知道吗 选医学的不是吗 不是 我们选出来的赖总统 是公共卫生专家 那这个市民卫生安全 本身属于公卫的一个体系的一部分 所以换言之讲 就是我们整个政府 这个系统崩坏掉 已经烂到骨子里面去了 那这批人就不能用嘛 那这批人在国家已经 搞折腾了我们十几年嘛 所以这个事情 如果在去年投票前发生的话 我请问你 赖新人会当选吗 不会吗 挂掉了嘛 那为什么 他就留在 所以这个事情早就发生了嘛 他就留在选后得胜选以后 再来报嘛 这都是这样子啊 每一件事都是选后再报 选后再报啊 哪一件不是啊 包括今天那个小朋友的事情 对 那个凯开的那个不幸的事件 去年十二月份发生的啊 他故意留到选后再报啊 对 所以都是 压案 大家压案 然后压案的时候呢 政党轮替了嘛 现在大家抢官座嘛 抢官座怎么办 拼命爆料嘛 所以一定是有官员在袒护嘛 我现在把他爆 怎么样 你变王碧胜 跟薛热源下台 就空个缺出来 就抢了 老子有机会来接嘛 就那么简单 没有这个轮替的过程 我跟你讲 你再多吃五年 再多吃 再吃一个任期四年 给你慢慢吃 怎么知道 我都没有想到 慈善真的是一门好生意 因为从这个过程里面 我都觉得这个俄福联盟 有很大的问题 你是做转介的 这个人是你选择的 你怎么选的 选完以后 你怎么辅导的 你后面怎么探视的 这中间一定有很多漏洞 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我再去查的财报 它也太夸张了吧 我觉得财报的夸张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背后 因为主管机关 可以继续追查 但是这个财报层 大幅度的成长到数十亿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我要讲的说 这里面有两个部分要思考的 应该董事长叫林志佳 对 林志佳 林志佳我也认识他 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 他是个政治人物 为什么这种机构 一定要当政治人物来当负责人 为什么不有专业人士 好像彭燕原是专业人士 干一干不干的 就是管别人干的 另外一个王玉敏本身 听说也是当过这个的 这个机构的这个执行长 今天他也开始讲话了 讲了一堆他的理由 但是这些跟政治 为什么要扯上关系 那基本上是一个慈善机构 它是一个专业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是个慈善很重要 因为你是用善款 来做善事 来补充我们的这个 政府的人力是不足的地方 现在搞的小孩子 现在命上皇权 而且这个是多凄惨的事情 这个小孩子的父亲跑路 妈妈坐牢 外婆没有能力抚养他 都已经放弃了抚养权 然后交给他 政府委托儿福 去做相关的处置 处置的结果 听说最后还是 葬仪社发现才报案的 这个太离谱了吧 但是葬仪社看得太惨了 还报出来 台湾变成什么样一个社会 不是路有动死骨吗 对不对 台湾变成一个人间炼狱的社会 那这种社会事情居然 在我们这种号称善良的国度的台湾 雷不得居然发生 今天在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你看到没有 这种都是跟着 这非常底层的 然后非常悲哀的一些家庭 破碎的家庭 然后底层的阶级 这个在阶级上来讲的话 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说 可以去做会反省的空间呢 所以我们这个政府 才是真正要去追踪 这整个事情的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下期见